如果您住在洛杉矶 您用爱车的话 这真的是个好机会 2012年的洛杉矶汽车展 在美西时间11月30号 要一连展出10天 当中有11款新型概念车 还有高达61款的节能车 都要在这里举办这个车型 或是全球车款的首发会 爱车族真的是迫不及待 强调就从这里开始 不论是看各厂牌的最新车款 还是比豪华的跑车 甚至是最新的节能技术 总计近50多家的全球汽车大厂 都要在洛杉矶市中心展开 而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 内外装大品品中 最引人注意的 就是有多达11款的概念车 全都融入节能设计理念 尤其是宾市一口气大要进 推出2025年的概念车GeForce 超级霸气的车针造型 也要和消费者见面 不只看车和墨车 为了服务更多爱车民众 真正感受到 沉稳又节能的行车新体验 主办单位更特别展开 会场外的跑道 提供多种车款的试车活动 让民众亲自挑选 多款节能新车 在感受舒适驾驶感的同时 也挑战新动力系统 所带来的强劲爆发力 不只强调概念和节能 今年汽车展的另外亮点 就是讲究行车安全 像这样子小小一片侧照镜 也要讲求80度全区 没有死角的视野 以上是东西新闻 叶永志李中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